对于这个鱼岗颜色画展 郑开祥说 这是他一年走会基隆之后 给基隆的情书 从不同角度观察的感受 跟丰沛感情都在画里面 欢迎大家一起来感受基隆的魅力 我觉得基隆很有 它独特的一个魅力 有时候那种魅力 有点难去形容 也许是有点老旧的感觉 或者是下雨的 那样的一个忧愁的感觉 但是其实我实际上在这边 感觉到的更多其实是 我觉得基隆它是有很多颜色的地方 在太平山城看着世界的船舶 从眼前经过 这个策展是在太平山城 驿站旁的一个红砖屋 在这个特别的一个场域里面 看见城市画展 呈现非常特殊的人文情怀 可以让心灵慢慢的沉淀 看见一个不一样的基隆 这里是太平国小 也就是太平青鸟下面的太平山城 那我们在这边 大概有一段时间是太平山城驿站 目前正在举办一个 鱼港颜色正开祥的画展 而这个画展呢 其实大部分都是 关于基隆的一些颜色啦 风情啦 还有包含这个山城的一切 那非常希望大家有空的话 可以到这边来走走 当你从火车站出来 然后沿着波渡要往太平青鸟走的时候 其实就在半山腰 你会看到我们 然后会看到这边非常可爱的 一些植物也好啦 猫咪也好啦 老人也好啦 还有这个很重要 很漂亮的一个展览 可能是我觉得气候可能也在改变 然后一般大部分的人提到基隆 我们都会觉得说它就是一个很多雨的地方 可是实际上我在这边住一年多 下雨的天数 坦白讲没有我想象中的海多 然后更多的反而是看到很多的蓝天白云啊 或者是很漂亮的海跟很漂亮的山啊 游轮啊 所以我把那些体验到的一些生活的颜色 把它化成了我的这次的一个展出这样 这间太平山城红砖屋 背后还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本来是一个阿嬷的家 但是阿嬷年纪大了 独居行动不便 需要长照 所以有一位好心人把它买下来 成为社区艺文展点 一方面也让阿嬷有能力 去接受长照的安养 这个房子 如果你可以看得到的话 就是很难得的在现在的时间点 我们还看到一个这样子的红砖屋 那原本住在这边的是一个88岁的老阿嬷 她是一个独居老人 所以当我们在这边的时候 其实跟她维持很好的关系 我们常常会来陪阿嬷吃吃饭啊 陪她走走路啊之类的 可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阿嬷染疫了 身体不好了 所以家人就把她接到了安养中心去 而这个空间她就空了下来 是一个跟山城很多房子一样 是一个闲置的房舍 那我们想说在这个地方可以做什么呢 其实她现在就变成是一个承展的空间 未来可能也是我们办很多活动的一个空间 那一方面是刚好我支持的展 那个作品有非常多 大概一百多幅 所以分成两个展场 那这两个展场 我觉得她所在的地方 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一个是在山城这边的这个阿嬷的这个家 那一方面我们是希望说 大家透过来看展的这个过程中 她会有机会走到这个山城 然后她会走在那个有点波道的阶梯 那甚至在山城里面迷路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山城的 很特殊的一个魅力所在 然后另外一个展场叫原山美学 那它是位在一个仁爱市场的旁边 所以我就很有趣的 就是当大家去逛市场的时候 他可能忽然发现 这边怎么有一个这么漂亮的驿站 这么漂亮的一个驿郎在这边 就进去看的时候发现里面展的东西 都是在地道地的一些生活的画面 那我觉得她可以马上的去感觉到说 其实基隆这边是很有艺术的创作力 然后也会感觉到说在地的人 其实是非常有艺术涵养的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一步一步慢慢的走进太平山城 给自己一个放空的时间 来看郑开祥的画展 鱼港颜色 透过艺文的角度 一起感受基隆独特魅力与美好 即使走到迷路都值得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